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个人积极的主持正义或者参与公共生活 他不能由此瞧不起不那么积极的人 但是如果不积极的人反而为了使自己活得心安理的 要说积极参与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或者有野心的 我觉得是更应该是批驳的东西 所以我发表会批评这种意义 我觉得至少还是有一个示威 你不当勇士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勇士还爱骂我觉得 而且你骂得那么心安理得 这种做法绝对是一个歧视道理做法 那我是要发表意见的 因为你在公民和人权以及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你得了一个比较不明的人权奖 就是2014年的帕尔尼人权奖 这个奖在西方民权也很大 去介绍它是仅次于欧洲议会的萨洛夫奖 中国的魏京森先生曾经得过这个奖 另外很多洛贝尔的奖得主 像安山苏基、杰克总统、哈维尔等等 他们都得被这个奖 然后这个奖的钱也很多 大概有七八万美元 好像你拿到这个钱之后 你捐给了天安门母亲 中国需要从事人权 公民民度的这些人 他们需要救助的人很多 你是怎么想 你为什么要有这笔钱 捐给了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 第一 我对天安门母亲的活动 第一是非常敬佩 非常同情 而且相当关注的人 我知道他们 天安门母亲根据定力就知道 他们的子女被枪杀了 被无辜的杀害了 他们是需要沾眼人造武的 他们没有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特别支援的人 而且我知道他们实际上 他们在需要经济上 或者其他方面的援助的 这种需求是特别大 所以当我觉得 这笔钱我不应该用来自己 或者自己家庭享受的时候 我要把原本主义 我首先就想到他们 当然这种事情 你也不可能想 是不是比他们更有需要的人 第一 我也不知道 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最有需要的人 而且事实上 我跟他们解除 我感到他们特别需要关注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 他们做的事情 也特别符合我的理念 他们那种活平跟理性的抗争 要他回公道这种东西 令我特别感动 特别有能力 引起我的共鸣 我对他们也很熟悉 所以我就决定 他们也有象征意义 因为六四对我来说是 中国有那么多抗争活动 有那么多不公正的东西 有那么多镇压活动 六四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六四六月三号一整夜 我就在天安部广场 跟学生在一起 我跟他们最后一到处来 从天安门的大概是东南口 一到处来 一直到最后一走来 我才跟他们一到处来 后来走到六五课的时候 我是从尸体上跨过去 回到自己家里 当时我就想了一条 这一夜死了那么多东西 我把自己这条命当 我在活着 我觉得这条命是捡来的 既然捡了一条命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的神秘 或者是其他经理 我要做奉献的话 我就觉得我随时想了 那也许又是搞不好 我也会死这条命 或者是六不可 或者是东西 是长安街的地方 既然捡了一条命的话 我一定会记住这一天 所以我觉得 田门母亲 我做了一点贡献 我觉得这其实 是非常为主导的